今天分開賽喔 走,我們來散步了 哇,到了喔 走了 走了,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帶三位啦 我看帥哥了 阿祝,走了 好,我們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一樣是帶他們來我們的果園走一走 今天比較特別喔,今天我是用iPhone 13的電影模式 所以片頭你們會看到,發現有一點點景深 尤其是在這樣拍攝的過程呢,它會偵測到狗狗的臉 所以現在拍起來呢,雖然是手機拍的喔 但是它會有一個層次感 你看,喔,UBER 不得不說啦,現在科系真的是蠻厲害的 現在手機呢,也都可以 稍微的,一點點的取代 還不能說完全啦,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呢 都是演算算出來的 它不像傳統的光學呢,來得那麼的自然 不過呢,已經算很厲害了 對,今天剛好在爬文喔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喔 現在單眼相機的市場 除非是專業相機喔 不然大部分的一般平價的單眼呢 其實很難生存 為什麼,因為手機基本上就可以取代很多 基本單眼的功能啦 所以變成說久了呢 基本上不大有人會想要再帶那種大台的相機出門啦 大部分呢,手機帶出去 你可以拍,可以幹嘛 就很方便,等一下我投個外套 有點得 我剛剛騎車過來啊 想說呢,還是穿個外套 不然會變黏 我媽媽有心中說 尤其是我阿嬤 說阿嬤啊,這機器啊你高啊 你還要給我穿上架啊 就會這樣子,就不斷的被唸 所以呢,要出發前還是外套 喊一下 給他們做個樣子 我哏,我本來還是覺得蠻熱的啦 唉呦,我們來用一個電影模式 唉呦,唉呦 齁,血氣方剛勒齁 我才剛剛用電影模式 紀錄一下多多棒賽的樣子 但是,這個可以潤硬嗎 不行 哇,他的電影模式 等於是一個定焦了 我連那個變焦呢,想要放遠都無法 不過也好啦 就是呢,大家就順順的看 來,走 阿嬤,你還要放一下賽嗎 讓我再幫你紀錄一次好不好 用這種電影模式拍喔 你看喔,他的景深會變很深 你看我現在特寫這邊 後面就深了 但是他這種都是演算出來的 他比較不像是我們那種 傳統用單眼 用大光圈啊 或者是用長鏡頭呢 去擠出來的那種很自然的景深 真的都是演算法 不過呢,也算是OK啦 反正呢,現在這個年代啊 什麼都是假的 你看很多的網紅 很多的網帥網美呢 或者是抖音的或者是直播的 只要套上濾鏡呢 每一個人都是超帥超美的 所以啊,這個時代呢 就不用計較那麼多了 有景深你看 也是不錯的 我現在一隻手會 有啦,對到有沒有 不錯耶 阿嬤,你跟你們這個 菲律賓的那個 越南的 泰國的 你泰國的 哎唷,泰國的 台語講得不錯耶 哈哈 現在跟著我們的那個移工 在果園巡視 哈哈哈哈 剛剛我們擦身而過呢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 電影模式的景深 拍起來的 真的有點像微單眼 跟我們一般平常呢 來來來來來 你用電影模式 看起來都多多棒賽 好,電影模式 那出來就是不一樣啦 連棒賽看起來都特別有質感 哈哈哈哈 其實喔,簡單講是這樣子啦 它這種東西呢 它就有點像是 製造一個景深讓你的畫面呢 比較有立體感 只要這樣而已 一般我們的錄影喔 一般手機錄影或什麼 幾個都會比較白啦 就是整個畫面是平的 所以呢 或許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嘛 這就像哈密瓜一樣 這個哈味呢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不過喔,就是簡單講 多了這一個模式呢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因為在我們在有的時候呢 出去拍個Vlog啊 或者是拍一些 什麼日常的一些影片 多一點的景深呢 會讓我的影片多一點層次感 那個有的很多時候都這樣 不需太多語言 但是呢 鏡頭的畫面呢 當你有層次感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種質感 真的有差啦 啊就是我們這種 稍微的虛滑的 的那種心情的使用者呢 就會特別有感 來來來來 一個電影模式看起來 我阿嬌的你看 喔 喔唷 這隻眼睛啦 像我咧 對不對 啊最近喔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直播結束呢 我要帶九九去那個 再去動物醫院 也沒什麼 就是幫他第一個那個滴劑來 因為之前呢 我們家裡有 之前有買那個 一定廚給他們吃 但是後來呢 大大多多有吃 我們沒有讓九九吃 因為 想說九九很少出門 阿也盡量不要讓他吃 用吃的方式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忘記 忘記九九沒有吃 一定廚這件事情了 所以變成呢 最近這一兩天 在他身上都開始抓到那個 跳蚤 所以等一下呢 在帶去動物醫院呢 第一個找不到 用滴劑的方式滴 就是幫他除蚤一下 真的都忘記了啦 因為以前呢 我們都給他們吃一定廚 一定廚吃習慣呢 就會覺得說 就 因為他們標榜說 三個月要吃一次 但是有的 我說真的 我們一定廚吃完了 有的時候超過半年 甚至十個 又快一年了 都還 身上都沒有跳蚤 所以我們就有的時候 覺得 很神啊 所以到後來呢 都是快要一年 才給他們吃一次 但後來呢 那個 忘記給九九位 因為之前只買兩盒 來 去吧 所以啊 等一下啊 這個 影片結束喔 就是要帶我們阿舅的 去滴個找不到 因為前幾天 我帶他去滴喔 帶他去打那個 點滴補水的時候呢 醫生說要幫他滴 但是我忘記 後來就聊天又臨時 幫多多看了一下他的肛門 就是他大便的 有時候都大不大出來 然後開始軟便寄給多多 所以就忘記幫九九 幫我們九九呢 呵呵呵 做 做滴劑了啦 這樣子呢 你看這樣 電影模式呢 他就一直跟著九九的焦段走 好帥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邊的那個 小河 然後我媽跟洋蔥現在在那個地方 很酷 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呢 九九已經不用再去打那個 補水了 已經夠了 然後那個 多多呢 也吃軟便劑了 然後下禮拜一 就是明天 明天我要帶狀狀去高雄的 中心醫院做那個 身上的 因為狀狀之前呢 腸呢 那邊好像有腫瘤 那要做後續的追蹤 那再加上他身體的 腰部這一塊 又多了一塊 不知道是不是腫瘤 很像是腫瘤 又很像是撞到 然後腫起來 裡面有積水類似的 所以明天也一起去檢查 然後呢 我媽的部分 她是剛剛今天驗出來 就是皮蛇 這個我老婆之前也有 皮蛇好像就是什麼 免疫系統 那什麼的問題 所以呢 就是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在獄警這邊看 那如果OK 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順利治療的話 那就這樣 如果不行呢 我可能因為禮拜一 我明天有事 所以變成看禮拜二 最快禮拜二呢 如果我媽還是覺得 不行不舒服 我就直接幫她 預約陳大 我們就 就禮拜二我再帶她去陳大 再做一點檢查 好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而已 好 啊 洋蔥也是有問題 因為她就是 痾 過胖 哈哈哈哈 就是 體脂肪要高一點 跟我一樣 啊這個就沒辦法啦 就被我媽養到 就這樣子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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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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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 蛤蛤 蛤蛤蛤 蛤蛤蛤 蛤蛤蛤蛤 多大量咧 有嗎? 櫥找不到嗎? 喔 這樣你把拔拔好了 他在DG嗎? DG 啊不然你把拔拔好了 因為 四隻科基何等壯觀 西架科基 三隻雙色的 一隻三色的 很壯觀的畫面 今天大家有看到有賺到 新的一年 虎虎生崩喔 我們把對焦對到大大的臉上 然後我們再對到舅舅的臉上 其實呢 他切換的那個 對焦蠻舒服的 很快 這樣對來對去呢 也是一種樂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用最後這一個 滿滿滿的畫面 畫面滿滿的科基 來跟各位說再見啦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首先是不是 忽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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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非常容易 當中茵雲戰器 楕ן sort of 阿鳥到家了喔 专人到下車 好 散步結束了